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糖仓谱 它也叫剑兰 它开的花非常的有个性 和大部分花不同 它是一个花剑上面 长了很多那个花 它的花朵又非常的大 一般是会把这个花剑剪下来 插在这个瓶子里关上的 非常的漂亮 所以它是这个世界四大切花之一 它的花也非常的好种 种下去之后都不用管 就能长得非常的好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剑兰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但是它的株形比较高 最好用深一点的盆来种 然后就是大小 看你一盆种多少颗 像我的这一个 我一盆种三颗 可以选择这种两家文的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种这个球根类的花 土壤的透气排水性一定要好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球根土来种 盆底加了一层桃粒 再往里面加土 差不多 再加这个醋花 长酵肥作为底肥 这么大的盆 加个半包就可以 再往里面加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 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种球取出来 看一下有没有发霉之类的 好像还没有 可以把这个外面这一层拨掉一些 好像开始长根咯 平放在上面 如果发现这个种球有这种腐烂的现象的话 最好给它泡一下这个多菌磷再种 这个菌磷你种深一点的话 到时候它的这个苗长起来的话 就更不容易土长 所以我稍微埋深一点 再给它加土 这样就可以了 再给它浇透水 这样就有浇透了 再把它搬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去 就把它放在这个百合一起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五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给它拜拜 谢谢大家